名门天后,不是我们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 我们今天就还是来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 有人就问这个我转去了,道驴还在不在 那这个肯定是不在的,因为我们转去的规则呢 就是要求你和道驴解除关系 除非你们两个是祖坛一起去,来生来世结鸳鸯 那这个就还可以在一起 还有就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属性 比如说内息啊,体魄啊,生法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呢,问都不用问 我们直接点击你想要知道的那一项呢 就可以看到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这个生法,我们点一下就能够看到 一生法等于三命中以及三闪避 所以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个属性有什么用 就直接点一下它就能够知道了 还有人就是问,大家都说要攒宝箱 那如果我不攒它,影响是不是很大 首先先说一下,攒宝箱是为了什么 你攒宝箱吧,就是因为你对当前境界的一个东西需求度不大了 但是下一个大境界的东西,你却是几乎一片空白 那什么东西能够快速更多的获得下一个大境界的东西呢 就是攒宝箱,那攒宝箱主要是攒什么 就是这个玩意,山河图 大家攒宝箱呢,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它 而且你开宝箱呢,开出山河图还是蛮令人高兴的 但是像玄天,本命,玄光,流云 这个你要攒也行,不攒也可以,这个倒是影响不大 其他的就需要攒一攒了 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攒比较合适,那么你就统一每一个大境界的后期 还有人就是问这个神剑需不需要驻满 那这个问题呢,很久以前就讲过的了 大家驻满这个剑阵是不是为了它的灵气加成 但是其实这个完全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飞升的时候就能直接拿到它的满加成 我们来洞斧修炼看一下 你点击它的修炼增幅,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神剑增幅为30% 30%呢,就是满加成 但是你看我刚刚那个剑阵是不是没有住满 它后面还有很多是空白的 按照正常来讲,我现在应该是只有12%的加成 但它现在却有30% 所以这个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